这个女人小心翼翼地穿过护栏 生怕自己发出一丝声响 却没注意到脚下的威胁 一个眉流神踢到了钢丝 一堆或者银河一拉罐从旁边落下 发出的声响让女人顿得不然 女人赶紧带着孩子们加速跑了起来 而此时不远处一把狙击枪正瞄准他们 男孩跑在母亲和姐姐前面 一个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捕兽家 重重地摔倒在地 脚上传来的剧痛 让男孩忍不住发出了哀嚎声 母亲急忙过来捂住男孩的嘴巴 示意他不要出声 母亲赶紧掰开捕兽家 这次男孩再也控制不住 大喊了起来 母亲上前抱住他不停地安慰 就在此时 一只怪物被叫声吸引了过来 妈妈吓得大气不敢喘 姐姐熟练地拿下助听器放到麦克风上 接着一阵嗡鸣声响起 怪物收到音频干扰前进的动物 明显慢了下来 女人赶紧举枪上膛 对准怪物后动了扳机 怪物应声倒下 巨大的枪声必然会引来更多的怪物 继续往里跑 当他们跑进废弃的工厂时 一个男人突然出现拦住了两个孩子 紧随其后的女人也被男人捂住了嘴巴 男人示意女人不要出声 女人回头一看 一只怪物正倒挂在墙上 男人扛起受伤的男孩就跑 女人赶紧跟了上去 几人穿过了几处废弃的加工间 然而怪物也随着声音跟了过 眼看几人就要被怪物追上 跑在前面的男人赶紧跳进一旁的管道里 姐姐也跟着跳了进去 里面有一间小密室 几人赶紧躲了进去 男人随手关上了闸门 里面空间虽然小 但是四周都是厚厚的铁壁 隔音效果比较好 所以几人暂时是安全的 男人告诉女人这里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 什么也不充足 女人听出了男人的言外之意 并没有多说话 而是缓缓地打开了身旁的木箱 里面是一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婴儿 看到这里男人沉默了 同一女人一家留了下来 正在养伤的男孩 突然听到广播里传来音乐声 这意味着还有其他幸存者 在向外传递信号 男人却泼了一盆冷水 说这首歌已经循环播放了四个月 哪有什么幸存者 姐姐坚信有其他幸存者 通过计算她得知 广播的位置在一处小岛上 只需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抵达 姐姐想去证实自己的猜想 极力劝阻姐姐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 女孩只留下了一张字条 就独自一员踏上寻找小岛之旅 沿途经过一辆废弃的火车时 女孩拿取车里的急救箱时 不小心发出了声音